你好 欢迎收看10月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肖家慧 花莲县府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 简称花莲县地方型SBIR 今年6月开放公告申请截止后 最终有12家的企业获得补助 花莲县府清发中心日前举办签约季管理作业说明会 期盼借由资金益助活络花莲创新及中小企业 促进地方繁荣发展 花莲县政府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 简称花莲县地方型SBIR 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 在今年6月公告开放申请截止后 最终有12家在地企业获得经济部和县府补助 总补助经费857万6千元 花莲县府清发中心5日举办花莲产业创新趋势 即签约季管理作业说明会 我要恭喜 但是其实在整个过程中 我想大家都很辛苦 那另外其实大家有基本的 其实有基本的能力 也有基本的这些很多的物件 所以在花莲县政府的清发中心 其实第一个只是跟着大家一起 让大家再往更高的路 更高而且更开阔的路去走 有一些是新创 有一些已经在产业上 已经有非常多年的经典 而且是非常成功的 所以我要在这里 第一个要谢谢大家能够走进这个清发中心来 也谢谢大家能够成为清发中心很重要 让其他的企业朋友学习的标杆 因为要创业其实要有非常非常大的地力和耐力 还有学不断的学习力 至今共有88间厂商获得经济部和幸福补助 今年有为创新包围为本年度SBIR的推动概念 今年提案以食品研发占多数 再来是产品研发和智慧应用 技术和服务类型为主 会中邀集产观学等地方协会代表参加 一同分享花莲今年产业创新趋势 期盼借由资金挹注 活络花莲新创及中小企业 创造商机增加竞争力 促进地方发展 记得讲邦夜华年时报